大家好 欢迎收看大户说Yes 今天的台北股市呢 你可以发现其实从昨天在盘后 你看到其实外资是买超的 外资来回补了 然后今天的行情呢 你又看到今天行情 目前来看似乎也是一个稳步区间的格局 那你又看到今天台积电 联发哥等等标的是很稳健 尤其像台积电 你看今天的2330的台积电 一整天都是稳稳在红盘之上 那代表什么 其实就呼应的告诉各位了嘛 其实你一直在乎的 你一直跟着市场 我昨天说什么 我说很多人都跟着市场在那边乱来乱去 乱来乱去 什么叫乱来乱去 大家都说卖 要放长假了赶快卖 甚至是放长假期间会出事情 请问你要出什么事情 做投资不是拆 做投资是你看准一家企业 你知道他的接下来的一个营运的状态 他今年的你今年至少到年底前的预期状况 然后呢又看到他的一个筹码 因为你最后最后选择出手的时候 我常常讲嘛 你不能够只看基本面 你确定一家企业基本面之后 那接下来等什么 等那个出手时机嘛 而出手时机他也综合了 包含了短时内 或者是两三个月内的一个筹码结构的变化 所以筹码结构变化会告诉你说 这个标的是否已经酝酿要去表现 他的一个基本面的题材 所以那个时机既然确定成熟了 你怎么会跟我说 因为要放长假了 所以呢 先卖股票 先怎么样 看坏 看保守 甚至有人在跟你说节目中 很多人跟你说他放空股票 趋势没有改变 其实一直变的是什么 不是趋势 一直变的是人的心在变 你每天都是告诉你自己应该怎么做 明天都告诉你应该怎么样 因为你一直听不断不断听 很奇奇怪怪的声音嘛 所以你自己抓不住 拿不定主意 到底该怎么做 你没有一个方向 我刚才讲了 好了 标的先找出来嘛 那接下来就等什么 确定出手时机嘛 那什么叫确定出手时机 你说你出手之后 我不是要买最低 我买完之后不准你跌了 我买完之后 不会再震荡 不会再整理一下 不会再怎么样 不会 不是这个原因 不是这个概念 而是说 他竟然已经确定 进入一个买进的区块了 那我心里很明白 我现在开始去布局他 未来回头看 我现在就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波段的转折位置 赢家是这样做 没有赢家不会跟你看一天两天的 很多人看股票越看越短 越看越短 但你看得越看越短的时候啊 你赚不到大钱了 因为你会去想 你越看越短的时候 我告诉各位常常怎么样 你明明就已经买到一个对的 他会涨 他这一波上去起码会涨到八成一倍 可是你要给他三个月的时间 他会涨八成 那你不可能等三个月啊 在过程中途里面震荡一下 跳空跌一下 你就卖了 当你越看越短的时候啊 你会很在意每一天 今天这个跳空缺口 一个空方的跳空缺口 所以呢 你就开始用一个负面的解读他 你认为他这一波涨结束了 赶快卖掉了 殊不知几天后 缺口又被培补了 又创新高了 为什么 因为趋势 带着这个趋势上去的是 他背后的题材 那我们只要顾的是抓到 那个起涨的波段起涨位置 该买的时候 我去买就好了 你要这种概念 否则你抓不到波段 你抓不到波段 你就越看越短 你就赚不到钱了 当你抓得到趋势 抓得到波段操作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 你每一个季度 你都大赚 我说我们在台北股市 我们就以一个季度 一个季度来看 为什么 因为常常到季末 会有一些结账的 调节的卖压 有些人可能做了一季 他要调节了 他不做了 那所以呢 通常 有些个股可以跨季 可是有些个股呢 他可能到一个季底之后呢 可能你发现筹码上面 好像不太对了 做完了 结账了 所以新的季度开始的时候呢 你格外要去留意 什么样的标的 有筹码集结了 似乎有机会去表现 他的背后的题材了 那这种标的就有可能怎么样 不要看太短哦 他有可能就是准备在 新的一个季度里面 一个季度三个月嘛 对不对 新的季度里面 起码走三个月多头的 格局的标的 那这种标的 走三个月的多头 请问你 不会连50%都赚不到吧 对不对 那往往呢 可以超过八成 甚至挑战一倍 那所以每一个季度 尤其是季初啊 那个新的 全新的标的 要进入波段的趋势 转折的位置 可以买的这个位置 出现的时候呢 你要去把握 然后你不要看太短线 像这两天 因为大家都说长价 长价钱 所以很多人想要卖股票 有些人又想要买股票 就是乱七八糟 所以呢 行情就难免震荡 所以这两天的震荡 震到很多人 不知道该怎么做 可是我告诉你 如果你知道 你知道 你听得懂 我刚才在讲什么的话 你的做法 逻辑思考 是如我们之前所讲 刚刚我所讲 这样的话 你心中有标的 可是呢 那个标的 偏偏在这个新的阶段 第二季开始要起涨了 那你说 你会 你会不会利用这个震荡的时候 反而 可以布局的 我就先布局了 可以再等一下的 那我等长假回来 我再布局 懂了吗 所以你知道你来做什么 不会人家都说卖 长假钱 要留现金在手上 我说留现金是对的 问题是有些标的 他还没走完 或者他正要走 那你不把一些资金 拿去布局 我是觉得蛮可惜的 那个观念上面 就是有差了 那有些标的 为什么人家在 在长假前 愿意拿资金去 先去买 他们是 他们这些资金是笨蛋 不会吧 对不对 一定有某种原因跟理由 所以有时候 我常常讲 做股票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观念 还有一个经验的累积 还有你对每一家企业 一个产业的了解的程度 然后从里面找出潜力的公司 那潜力的公司 都找出来之后呢 不要急 要等待 等什么 不是等长假回来 等什么 等那一档企业 那档股票的股价的筹码上面 是不是出现聚集了 如果有 那就准备了 所以等是等这个 不是等什么长假 什么假 不是跟那个没有关系 很多人很喜欢拿放不放假 什么来解读开杯股市 会不会变盘 元宵变盘 端午变盘 什么变盘 根本没有这回事 那都是人家 人为在吵话题而已 所以我告诉各位 在台北 在股市这种东西 你不要跟我说什么 什么变盘不变盘 没这回事 就纯粹就是一个 人为的 心理的一个 心理层面的一个炒作 我觉得你不要受影响 该做动作的 你要去做 那譬如呢 你今天看 有些标的 已经又创新高了 而且都是节目中 我都跟你讲过了 像这个高价的 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讲了 我们先从我节目中第一季 一到三月是第一季嘛 那你看第一季 有起来的标的 算是一个比较族群性的 我们先讲一个主要族群性的 主流地位的是AI嘛 对不对 伺服器嘛 所以我就跟你说什么 你看像这种标的 对不对 这什么 这是围影 围影 我就跟你说 像这种标的 你要去留意 留意它拉回的时候 它每一次拉回的时候 围影 每一次拉回的时候 今天它又创新高了 你看 今天最高已经来到 1165元 在创新高 各位 它一直在创新高 它就是个主流嘛 对不对 那它就告诉你了 我AI 我伺服器 我就是主流 那既然是主流 那你要从主流里面去推敲出 还有什么样的操作机会嘛 因为第一季 他们上来了嘛 有没有 这是这里是一段 这是围影的周线 我现在跟你讲是周线 所以我说我们不要看短 你不要看一两天 你看一两天 你赚不到大钱 这一段 它其实是从周线来说 大概750块起涨 涨到今天高点是 目前来看是1165 750到1165涨了几周 对不对 它是从第一季的 大概的 第一季开始 大概一二月左右开始起涨 等于说第一季的主流在这里 对不对 所以你看 是不是我讲的 每一季 每一个季度都会有全新上来的标的 那就是我讲 他可能 他有些标的可能做到季末就结束了 可是有些呢 他可以跨季 继续做 那你要看他背后的 那些筹码 有没有在季底做结账 等等的 筹码有没有松动了 如果都没有 那告诉什么 告诉你就是说 他还继续做 代表说这个题材 还可以继续做 我们讲白话一点 这个题材还可以继续炒下去 所以AI你可以发现 到现在大家都还在看好 然后到今天你看 维尹 还在盘中创新高 然后你再看他走多久了 刚好走一个季度 有没有 刚好第一季 他从第一季开始起涨上来了 这是周线 一根K线代表一个礼拜 所以这大概三个月的时间 有没有 第一季的强势主流就在这里 维尹 他是AI伺服器 从第一季 走到现在第二季 到现在进入第二季 他还在创新高 所以我给他一个ING 正在进行 持续进行中 所以维尹还在持续进行中 他是AI 他是伺服器 那请问 再看哦 然后呢 我在节目中也跟你讲什么标的 一样我们从里面去找AI的受贿的股票 那我都找新的 位阶低的 我认为是刚要上来的给你 有没有 6233 旺9 有没有 旺9也是我找给各位 跟AI有关的 就这样上来了 好 然后呢 你看一下 他是不是底部做刚起来 底部刚起来 就这样走一大坡上来 就这样上来 然后你再回到周线 再回周线看 是不是周线刚上来 好 那既然维尹还在创高 还在走 那其他的呢 就像今天的旺9 你看很强势 相对 他就是很强哦 你看逼近涨停 那种大涨 主流 所以你看哦 从AI伺服器 从围影到旺9 有没有 他就告诉你了吧 一样 就是从AI出发 从AI出发 去找寻机会 从主流出发 去找机会 所以从第一季开始起涨 有没有旺9 到现在已经要准备进入第二季 代表什么 他要持续ING 持续进行中 OK 这是旺9 这都是我节目中 跟你提醒的哦 那当然 我跟你提醒这些标的 如果你看完节目之后 你有兴趣 你要自己去找寻买卖点的 都欢迎 都可以 我说过 我不是挑那种 我不是跟你讲短线的东西啦 我跟你谈的是 这些标的 是真的是有一个趋势机会的 那你 但只是你操作上面 你要自己找寻买卖点的话 那当然你要自己去花点时间 那跟我操作的话呢 我就可以直接给你 给你个建议 带你做一个进场 那这样操作就会 你就更轻松 那再来 好了 从维影到旺久 那既然人家AI还在创高 我们再去看哦 那既然他们还在创高 AI还是一个主流的话 我们要从AI去带出什么 从AI 它势必要带出一个高速的传输 从AI要带出一个高速传输 那高速传输就分为两个面向去找了哦 对不对 一个要做什么 高速传输的连接线 连接线材这一类的 第二个就是高速传输的IC设计 所以来 我今天再带一档课 给各位认识一下 它是六五七 六七五六的威风电子 六七五六的威风电子 那么威风电子呢 基本上你先从位阶来看 请问是不是修正 修正许久之后的一个 突破长期反压之后的整理 足底之后 有机会要上来的感觉 有没有机会 我们看题材 有没有机会要走出 全新的一个扭转之后 上来走波段 我们要看它背后的题材 威风电子 我刚才讲的从AI 你看今天的一个旺久 你看今天的围影都还在上去 代表什么 AI还在持续进入第二季 还是要继续走 进入第二季还要继续走 那你要去找啦 你说AI 你说伺服器 所以它会带出什么 带出高速传输 OK 那既然带出高速传输 就分两个面向去看 一个叫做高速传输连接线 一个叫做高速传输的IC设计 那威风电子就属于 高速传输的IC设计了 那所以这个题材 如果它发酵了 引进了买盘进来了 那其实就留意了 那第二季就有可能会一个发动的机会 我现在把标的 潜力的机会的标的 有潜力的股票 我们先找出来 就是回到刚才我讲的 节目一开始我说什么 我说你每天都在跟着市场 那边讨论放长价 放什么价 你都在讨论这些不重要的事情 你都没有把时间去花 花再去研究 去了解产业 了解个股 去找出未来有机会的黑马 你都没有做这样的事情 你不做 做不来 我做给你 所以我说我陆陆续 把节目中把一些潜力的标的 我找出来给各位认识 那当然重点是什么时候进场 那当然我去节目中 我就不能讲 价位买卖点 我们是不能讲的 但是我可以把有机会的标的找出来 那至于可不可以进场了 何时进场了 在哪里进场会比较正确 那这个节目中就要先保留 那这个就变成是保留给会员了 那至少有机会的标的 我们把它拿来讨论一下 好了 那既然如此的 高速传输的IC设计 威风电子 如果这个题材有做一个发酵 那势必会引来买盘 那就有机会怎么样 确定走一个波段上去 那么第二季就有可能确定 走一个季度上去 那它就是属于什么 属于所谓的AI伺服器 延伸出来带出的高速传输的需求 那高速传输的需求 其实就包含什么 其实不只是AI伺服器 还包含Type-C 所以基本上它有一定 就像苹果Apple 它要改用的Type-C 所以基本上它都会牵动 整个这些相关的供应链的 一些公司 一些企业 相关的一些企业的一个 未来的一个营收状况 还有市场的一个想象空间 能不能吸引到买盘进来 就决定它最后的题材能不能发酵 但至少我们要先抓到 先抓到 那所以威风电子 我认为第二季 是可以留意的标的 然后再来 这个以上是我们先从 从微影 从旺九这些AI伺服器等等的延伸出的一个高速传输的一个受惠的一个爱意设计的公司 微风电子 留给你们去做一个思考一下 然后再看 最近还有什么 最近第二季 譬如像这个 PA PA其实它是一个比较应用在消费型的 你说像手机等等的一个需求 那因为手机消费型的产品 基本上 复苏的速度算是可能就最后阶段了 最后可能才轮到它 所以他们的一个股价是否落底 产业的一个状态是否落底 可能是最后才看到它轮到他们 那近期似乎有这个味道 包含中国大陆在回补库存等等等等 那所以我们看一下 PA的受惠的股票里面 8086的宏杰科 那么宏杰科也是你看 突破长期的反压之后 阻底 阻底之后 有没有可能量能出来之后 延伸变成一个波段 那就看你PA是不是确定落底 谷底翻身 那就有机会越走越强 因为它代表什么 代表它真的是落底了 就会是一个涨真的行情 所以8086宏杰科 似乎也有机会 在第二季里面 变成一个 走出一个波段 新一个格局的一个标的 这些你都要去留意 那只是说买卖点 你要自己去找寻 那我们在客户操作呢 我们客户就是相对轻松 就是等我通知就好 标的我们都找到 一个一个找到 但是什么时候可以买谁 什么时候谁能买点到 那节目中我们就是 没办法公布买卖点 那后来呢 那再来 之前我跟各位提醒的 有没有 我跟各位提醒过股票 你去追踪看看 左灯也是啊 那么左灯 之前跟你讲过底部做完了 会不会上去 对不对 所以我说我们不要去抓 那个已经上去 真的没有意义啊 你今天能够赚钱 是能够抓到一个趋势 因为做赚趋势的人 是真的能够赚到钱的人啊 看短的人是赚不到钱的啊 所以我说我讲的标的啊 你不要只看一两天 因为你看不出个所以然 就上去了啊 对不对 那我讲的时候根本还没上去 那上去之后就马上结束了吗 当然不会 它是一个趋势 对不对 所以像左灯这种 底部做完之后已经向上爬 一样周线 所以当周线要确定走上去 走一个波段的话 起码怎么样 起码走一个季度嘛 你起码给它三个月时间嘛 对不对 起码走一个季度到三个月的时间的话 那这个波段会上去 你可能会获利多少 所以我常常讲起码 你在这种位阶买 所以我说那个位买的时机票 不漂亮重不重要 买在周线的转折起涨位置 怎么可能会不赚钱 那这一个上去的话 如果要去挑战前高 这里其实都很合理 那就是给 但这就是什么 就是要时间嘛 就是要时间嘛 你赚钱 你说你要一夜致富 那就是 那个就是在做梦了嘛 所以我说做股票不是在做梦 做股票是做很实际的 很实在的这样 给它一点时间 好的企业的股价 自然会给你一个 你赢得的报酬 所以我说你不要看太短 看太短了赚不到大钱 然后车用的部分 我说你看这也是 这里有机会做一个主体之后 要上来 2231的维生 那维生今天又上来了嘛 对不对 维生今天又上来的话 其实它已经过高了 从我讲完之后 它已经创高 已经创高了 它已经创高 目前都在累积获利中了 那差一两块的空间 又要再创破断新高了 这些都是事情我就先讲的 那只是说 什么时候买 怎么买 那节目中我不能讲了 买卖点我们不能讲 然后像这个 我昨天提醒你的 像在波剑部大厂 得宏也是转机题材 二月营收双成涨 转机未农 有没有机会 足底之后要上来走一波 有没有可能从现在开始走一波 所以这都是变成什么 变成四月份开始 就是我们所谓的第二季的潜力型的股票 一档接一档了 那重点就是你要 你要把潜力股票 如果还不能买 我们不要买 不急 有吗 懂我意思吗 那个就时机 就等待就等这个东西 如果我一档股票 已经可以买了 可以布局了 我们就带你布局了 那如果你有操作上的疑问 的因安杂政的话 我说我可以帮你做规划 每天五个名额来 你的机会 请把握 第二季的主流黑马股 全新的一季 是你全新的机会 各位你要把握 全新的开始 第一季 你说老师我第一季 抽搐不理想 没关系 进入第二季 是全新的一季开始 那我帮你全面规划 怎么规划 我说每天 每天我们给五个名额 电视观众朋友 你现在在收看电视节目的 请你可以播电话 有五个名额 我会帮你全方位的帮你做规划 针对第二季的黑马股 会建议你 怎么规划你的资金 怎么布局黑马股 第二季的主流的黑马潜力股 针对你的资金 我帮你做规划 你可以照我给你的规划 去做操作布局 就五个名额每天 帮你做一个 帮你做一个 算是全方位的规划 那你资金多寡 不是问题 资金多有 资金多的方式规划 我会告诉你怎么做 资金比较少的 你说只有几十万 就不能做股票吗 几十万有几十万规划方式 我也会告诉你 只要你有那个需求 希望我帮你做规划的话 给你一个建议的 那请你把握每天五个名额 准备好的 你待会可以直接先拨电话 那我们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所以我们今天继续 针对第二季有机会的一些 潜力的黑马股票 我们拿出来讨论一下 那至于有些标的 是什么时候可以买 我说过了 我们不讨论价位 我们不要去违规 价位来买卖一点 我们不讲 但是我们把好的企业 我们抓出来讨论 如果你想进一步了解 什么时候可以进场 等等的话 你有加LINE的话 你可以在LINE上面私讯 针对我节目中 所介绍的标的 你有兴趣了解 进一步了解价位 买卖的一个建议的话 你可以加LINE之后 然后私讯给我 我会亲自给你回复 那如果我刚才讲了 我说如果你第一季做的 不是很顺利 没有关系 现在进入全新 要进入第二季的时候 你想把每一个季度的那种 重点股票抓到 我说了 其实你的每一个季度 每一个季度来观察的话 你每一个季度绝对都可以拿到 蛮不错的丰硕的获利 但前提是你每一个季度 你是否你的资金规划上面 你布局的标的是正确的 这个很重要 所以我说如果你第一季做的 不是很顺利 你资金多 你资金少 先不要想这种问题 你先想 那到底有第二季 现在准备开始 要怎么布建你的资金 把它布建在对的标的上面 然后三个月的时间 去看看你三个月后 能不能够资金 拿到一个很丰硕获利 所以标的很重要 买的时机很重要 你怎么配置 所以我会给各位 每天算是一个 我觉得蛮有意义的活动 一天开放五个名额 电视观众朋友 拨电话来 五个名额 我会帮助你全方位 帮你规划 你资金几十万也好 你资金几千万也好 我都帮你规划好 那第二季 你照我给你的规划 建议你去做一个规划布局 那我们就等等看 三个月后 你第二季 是否能够大幅的获利 摆脱第一季的亏损 第二季开始要摆脱 亏损开始获利 我帮你规划 有兴趣的五个名额 电话拨通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本公司与分析师 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